各位佛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修学华严经 经本375页 375页 375页 佛山佛 佛山佛眼底 佛山佛眼底主夜神 来继续 说明他的这个 破一切众生痴暗 把光明卸脱的这个境界 那刚才提到就是说 他呢可以在这个 一切的众生这些痴暗 种种的痴暗 比如说邪道啦 烈解啦 热身死 让他们转成光明 那接下来进一步呢 375页这里是 在详细的解说他的这种境界 善男子 果于夜暗 仁静 鬼神 盗贼 诸恶众生 所游行时 密云 从雾 恶风暴雨 日月星柱 并皆昏避 不见测时 见诸众生 若入于海 若行于路 山林旷野 诸显难处 或遭盗贼 或法之良 或迷或方 或忘失道路 帐皇忧不 不能置诸 我即使以种种方便 而救济之 所以这主意的神 就是在黑夜之中 种种危难之中 帮助众生能够够处理这个困境 处理这个黑夜的困境 重围的困境 可是他讲 在这个黑夜 这个夜深人静 有很多的鬼神盗贼 他们就开始都出来 出来就是开始要伤害众生 那天气不好 像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有这个云雾啊 很重 还有这个暴风雨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 日月星处 都闭 看不到 就没有光 或者众生入海 或者这个陆地上 遇到种种的险难境界 妄思道路 那他用种种的方便 来帮助众生能够脱离这些困境 违海难者 四座船师 鱼王 马 王 龟 王 象 王 阿修罗 王 吉利海神 未比众生指二风雨 其大波浪 引其道路 使其周岸 另免不畏其得安影 这个海难 那遇到这些海难凶险的时候 他就视线做这个船师 或者是鱼王 马 王 龟王 你听说 这个也有乌龟 会带这个船上岸的 也有这种 或者是海神 能够帮助众生 把这个大风雨能够止息 大风雨的止息 四骑道路 还有周岸在什么地方 可以安全地抵达岸上 不做思念 以慈善跟回师众生 愿令者离一切诸苦 那来帮助众生的功德 来回向每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刚才是在海上 那现在在陆地上 为在陆地一切众生 于夜暗中遭恐怖者 现作日月极柱兴树 城峡细殿重重光明 或作乌宅或为人众 令其免得恐怖之恶 那在陆地上呢 这个黑夜之中 很可怕 没有光 所以就视线 这个太阳月亮出来了 或者是视线出 一座房屋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走过暗路 有走过暗路就知道了 这个不得不经过一条路呢 这个前不见 前面看不到 后面看不到 如果这时候突然 看到一个人来了 你就好高兴 惹惑为人众 或者看到一个房子 那你就觉得说 有个希望 好 这时候就可以免离这个恐怖之恶 不做事念 以此善根回失众生 悉令除灭 诸烦恼案 那以这个在陆地上 帮助众生脱离苦恶的这个功德 来回向一切众生 都能够解除烦恼痴案 等于说他帮助众生呢 又再把这个帮助众生的功德 回向众生能够离苦 得乐 一切众生 有惜寿命 有暗明文 有贪财草 有重光慧 有酌男女 有炼七戒 未趁所求 多生 忧不 我皆六 救济 令其离苦 前面的苦呢 是遇到这个海难 遇到陆地上这个黑暗里头 在陆地上的黑暗 所以产生了害怕 那另外有一些苦呢 就是这个 等下 贪恋产生的苦 你看这一段都是 因为贪恋 贪自己的寿命 贪爱自己的名文 财宝 光慧 男女 妻妾 那等下 有一句话叫有贪 就是求不得苦啊 未趁所求 多生忧不 求不到的时候呢 产生很多的忧闹 求不到的时候 产生很多忧闹 你看这选举啊 选举要到 对不对 落重光慧 落重光慧 这产生很多的烦恼啊 今天那个说要参选 明天那个说要参选 这当中很多的算计 对不对 出了一本书 对不对 就搅乱一词春水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优步 那这主业神呢 他可以救济令其离苦 为行三险而流难者 为座善神现行清醒 为座毫秒发音为悦 为座灵药输光照药 是其果树 是其全景 是其直道 是正直道 是平坦地 令其免离一切忧恶 这是爬山 爬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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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入了这个险境 那这时候这主业神 他就视作一个 他们可以清净的样子 有时候呢 那他就变成一只鸟 然后在这边唱着叫着呢 诶 这时候这个人 他就会觉得说 哦 这时候有一个鸟在这边唱歌 他就觉得 得到了安慰 得到了希望 或者是灵药 很好的药 叫灵脂 他可能受伤了 或体力不足 诶 突然他懂个药 看到这个 同队的人 看到这个药 知道这个是 很好的药 可以治疗他的病 那有时候就需要吃一点东西啦 这果树啊 全景啊 这些视线 并做这个种种 他在困恶之中 所需要 维持生命的这些东西 未行旷野 丑林险道 疼我所眷 云雾所爱 而恐怖者 是其正道令可处理 那走到 走到这个森林里头去啦 简单讲 走到这个森林里头 这里头 有什么可怕的动物啦 也不清楚 然后这森林里头 有时候这些 有这些云雾啦 所以呢 这云雾 昨天喔 昨天那个前 昨天前天 那个油 还真的一下子起大雾啊 什么都看不见 很厉害 那你看 如果这走路走到这个 伸手不见五指的这种云雾的时候 这就很恐怖啊 好 所以呢 他就会 这主耶神就会来帮助他 指示他 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可以走出去 作诗念言 愿一见众生 伐见仇林 谦爱我往 出生死也 灭烦恼爱 入一界至平坦正道 到五位处必尽安乐 所以前面呢 是在这些 海里头 陆地上 山林里头 来帮助众生 那最后呢 他就说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要把众生的这些 二见仇林 或者是 艾卓罗网 简单说 一个是见货 一个是私货 见仇林 就是近货 艾罗网就是什么 私货 对不对 那出生死也 由于见尸恶祸 才造成什么 生死轮回 所以呢 真正他要帮助 就是要众生 能够去除这些 见尸祸 处理生死 所以前面呢 有一点点是隐喻 就是说 遇到这些困难 遇到这些 山难啊 海难啊 或者是山路啊 或者是夜晚啊 或者是 这个 走入了这个森林里头 那个时候都是批语了 走错了这种 走到危险的地方 痴案的地方 那现在呢 帮他破除痴案 修正他们的见解 有正见 正思维 最后能够处理生死 这就是主夜神 祂的愿力 圣男子 若有众生 乐着国土的忧福者 我已方便 令生与厌离 做事念言 愿意见众生 不着诸运 诸以见佛 撒不落尽 一样 乐着国土的 也来帮助他们呢 产生厌离啊 这国土啊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租运 其实我们就是住在这五阴身心里头 五阴身心里头 这五阴身心 从来就是我们的一种国土 所以我们会爱着我们的色身 爱着我们的色身 这是正报 也会爱着我们的依报 对不对 爱着我们的色身 正报 爱着我们的这个环境 依报 那这些都要 都要放下 都要放下 厌离 不会去执着呢 这样才可以祝佛的 撒不落境 撒不落就是佛的一切种智 佛的一切种智 只有你能够突破了 对于自己的色身的执着 国土的执着 才能够达到佛的这个 智慧的境界 撒不落境 若有众生 乐着聚落 贪爱宅舍 常处黑暗 受处苦者 我为所法令身念礼 令法满足 令依法住 做事念言 愿一切众生 西部贪着六处俱肉 住得出离生死境界 究竟安住一切自成 贪着这个住处 这个宅舍 那你注意啊 那你注意啊 这里的宅舍到后面 他说怎样 六处聚落 这个六处就是什么 就是六成啊 色身相会处法 这就是我们居住的聚落 或者就是我们的宅舍 也就是我们六更会去贪着六成 这就是贪着宅舍啊 贪着宅舍 那前面的国土呢 就是地狱五阴啊 有没有 所以他说不着诸运 乐着国土 而优苦者 他教他发愿要不着诸运 也就是我们就住在这个五阴的国土里头 那现在这里呢 不贪 不贪 不贪乐六处聚落 就是这个 不要贪着这个聚落 六处就是 色身相会处法 这六处 所以我们就住在这六成的境界里头 那我们如果产生了这个贪着 或是心呢 这就是一种苦嘛 所以也要令身厌疑 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呢 都是讲着就是说 乐着国土 乐着聚落 其实呢就是乐着我们的五阴 乐着这个色身相会处法 所以呢如果能够 破除了对于五阴的执着 对于色身相会处法的执着呢 才有办法达到佛的一切智的境界 简单讲 五蕴皆空嘛 五蕴皆空 善男子 若由众生行暗夜中迷惑十方 于平坦路生显暗想 于显暗道起平坦想 以高为下 以下为高 其心迷惑生大功劳 简单讲这就叫颠倒嘛 在黑暗的这个夜晚当中呢 搞错了 迷惑掉了 把东方当成西方 把西方当成北方 迷惑啊 迷惑十方 譬如说你现在 我们从中立要去台北 结果你上了一高之后 往高雄的地方跑 对不对 迷惑十方 那越跑越远 平坦路生显暗想 简单道起平坦想 颠倒啊 颠倒 你看像有一些人呢 他的吸毒 他觉得吸毒很好 雨显暗道起平坦想 他觉得很好 喝酒 做乐 那既然叫他好好来修行呢 他觉得很辛苦啊 很痛苦啊 他很痛苦啊 他很痛苦 他在平坦路上显暗想 叫他好好来修行 听经文法 他觉得很难过 你看我们众生是不是这样 叫他去造业 他很好 很高兴 叫他来安住正法 安住修行 他很痛苦 他很痛苦 所以这就是颠倒 所以平坦路洗了 洗了这个显暗想 显暗道起平坦 颠倒 以高为下 以下为高 一样 好的他以为是坏的 坏的他以为是好的 这会产生很大的苦恼 我以方便书光造极 若欲出者是其门户 若欲行者是其道路 若欲勾 勾穴吧还是什么 没有查 是其桥梁 预设河海与其船乏 若官方者赐其险意安慰之处 欲休息者赐其诚意水处之所 所以 那如果有人想要出离的话 他就告诉他这个门在哪里 如果想要走的话 他就告诉他路在哪里 如果想要度过这个水沟 河流 他就告诉他这个桥梁在哪里 那想要过这个海 就告诉他船在哪里 那想要去看看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景观 他就会告诉他哪边可以去哪边不可去啊 哪边危险哪边安全 他想要休息一下的呢 就告诉他说哪边有这个城市啊 有水有树啊 这些地方可以去休息 作诗念言 如果与此造除夜暗 令诸世世西得宣去 愿我谱于一切众生生死 长夜无名暗住 以智慧光谱皆造谣 所以呢 他就叫 他就是要除众生的这个黑夜暗夜 然后以这个智慧来造谣 所以这个很长啊 你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158页 158页 就是他救了各式各样的众生 158页 我们看一下他的分类 靠左边 科文158到左边呢 佛山佛底除夜神 然后中间下面这里呢 他就有这个队原救赦 有救海难众生 救楚禄救生 救不得众生 救热土佛土众生 有没有看到啊 有 你看他列出了九种类型 所以我们刚才有看到了海难的 还有这个楚禄的 陆地上的众生 求不得的众生 乐国土的众生 刚才就五阴啊 还有这个六处的 还有 求酌聚落的 还在暗夜的 所以这里接下来呢 就是 我们现在叫 祸夜众生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叫 救祸夜众生 还有救八谷众生 救恶劍众生 所以他就是救了恶 统称的话都是在无明暗夜之中 所以他是一个主夜神 这九类众生统称都是在无明暗夜 只是他在把他分 有的是遇到海难啊 路地上困难啊 救不得啦 那接下来这是在祸夜 三百八十夜 这是祸夜的重点 没有字眼啊 于祸 于吃 祸 祸夜苦 祸夜苦 无有字眼想心见倒之所故意 所以呢 被他的这个颠倒妄见妄想 所拟破掉 所以没有智慧 无常常想 浮乐乐想 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他却想要怎么样 想要经常拥有 经常存在 不知道地争一来 对不对 什么都没了 无常常想 无乐乐想 明明这不是快乐啊 他却认为这是快乐 吸毒 赌博这些 其实这个并不快乐 包括这个男女 其实并不快乐 可是众生就起颠倒我想 无我我想 不静静想 都是颠倒 坚固执着 我人众受众生 运戒处法 好 那这个是 那这些众生 他就是以 也是用佛法 佛法来开示他们 任父依看 再来他下一段是 就八苦众生 来三百八十二页下一段 八苦众生 善兰子一切众生 或病所缠 或老所轻 或苦贫穷 或遭或难 或犯犯犯法 这八苦 生老病时 这些种种的 一般八苦就是 生老病时 爱别离运真会 求不得 还有这鼓音赤圣 就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 八苦众生 八苦众生 那也是来救这八苦众生 再来 三百八十三页 就是救二贱众生 因为他救的各式各样众生比较长 那我们就大概提纲切领带一下 那二贱众生 一贱众生 一贱众生 入贱丑零 助于邪道 与诸静静其邪分别 常行不善 生与异业 忘作种种 诸邪苦行 这就是二贱 二贱 就支贱上 产生了错误 对的认为错 把错的认为对 好 这个也是 来用佛法的光明 来帮助这些众生 能够脱离这样的二贱 好 这讲完了就是祭奏 祭奏 他这里就讲了很多 说他 总而言之呢 他就是 用光明来破除众生的黑暗 那所谓的在众生黑暗 众生的黑暗 就是众生在种种的苦 救苦众生 那这里提出了九类 九类的众生 他所救的这些众生 海难陆 陆地上的 求不得的 乃至刚才最后讲的二贱的众生 那统称呢 这些众生都是在无名暗夜之中 无名暗夜之中 所以他的法门叫做 破一切众生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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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可以分为九类众生的痴暗 九类 就是刚才科文里头的 这九类众生 痴暗 那当然是用佛法的光明 来帮助众生 能够脱离这些痴暗 痛苦 接下来就讲祭宋 耳时佛山佛眼底 主夜神欲重圈此解脱意 因为他前面讲了很多嘛 那现在他用长行 来搜射一下真理重点 整理重点 他的解脱文 破一切众生痴暗法光明解脱到底是怎么样呢 前面用长行说明了 因为比较长 所以他就说 那现在我再用记重 把它缩短 好记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帮善才同志复习一下 所以呢 欲重圈此解脱意 成佛神力观察时方 为善才同志而说颂 我指解脱门 深境法光明 能破于痴暗 待时而言说 他的解脱门就是什么 破一切众生痴暗 把光明解脱 对不对 倒过来讲 深境法光明 能破于痴暗 这就是他解脱法的名称 那当然要带死眼说 看时劫因缘 我习无边节清醒广大 此朴腹诸世间佛子灵修学 即进大悲海 诸生三世佛 蒙灭众生谷入音入此门 那他今天能够有这个成就 是修了很久 能修了很久 那你这个免地大一台 应该要这样好好地来学习 然后他比较特别的 他是谈到他的眼耳鼻舌的生意 三法文第四 他说 我目圣清静普见十方岔 亦见其中佛 导其树下座 向老庄延伸 无量众围绕 一一毛孔类种种荒文珠 见诸全身类 十尺而生彼 轮回五趣中长寿无量 他说他的眼睛非常清静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 看到很多的佛 也看到很多的众生 在六道轮回受苦 这首先他讲他的眼 再来耳 注意他在讲他的眼耳鼻舌生意 我耳甚清静 那耳朵听到什么呢 今知无不及 一切语言海兴 无耳能益持 诸佛长法文 其身妙无 所有诸文字 西间能益持 那耳朵呢 也是非常清静 尤其是诸佛在讲法呢 他通通可以听得到 通通可以记下来 这是他的这个清静耳 我鼻声尖尽余法无所爱 一切皆知在乳因入此门 鼻子啊 鼻子 他是说余法无外 可以闻到一切 眼耳鼻舌 我舌耳盛总大 竟好能言说 随应也妙法 乳因入此门 舌头能够说法 度化众生 我身甚清静 三日等如如 随诸众生心一切心接线 身体能够视线 各式各样的身形 来度化众生 这是他的身形 义 言耳鼻舌生义 最后来 我心尽无爱 如空含万象 苦念诸如来 而义不分别 了知无量差 一切诸心海 诸根及欲乐 而义不分别 那义根呢 就是可以讲 就像虚空一样 可以念佛 可是不起分别 也可以知道一切的世界 一切众生的诸根欲乐 可是他也不起分别 就是 谈了他的六根 好 再来呢 我们跳过去啦 他说 耳食善才同志 白夜神言 辱发阿年度路三秒三菩利心 为己食也 得子谢国其酒如也 这些 这个都是科文 那一百五十九页啦 明他的酒劲 就发辅心有多久啦 得到这个解脱有多久了 好 这会有一个问题 好 那你看他的回答就是有 八心十结跟得法九进 所以这个夜神的这一段比较长 花比较多的时间 好 善才同志问了说 哇 你看这功德力这么殊胜 那你发心多久了 那你得到这个解脱法又多久了 可以这样不可思议的饶益众生 这主夜神就回答 善男子 乃往古世 过如虚名山 微臣书节 有节 明吉尽光 世界明 出生妙宝有五亿佛于中出现 哇你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时间点 叫做吉尽光节 吉尽光节 那地点呢 有个世界叫做 出生妙宝世界 在这个时空呢 曾经有五亿尊佛相继出现 在这个 即尽光节 出生妙宝世界里头 曾经有五亿尊佛出现 看 很多佛 于世界中有四天下明 宝月灯光 有成明 灵花光 王明善法度 以法师化成就七宝 望世天下 王有夫人明法 一法会月 夜九年昧 那么 在当时这个世界里头 有一个四天下 有个四天下 叫做宝月灯光四天下 那里头有一个尘 叫灵花光尘 这个尘呢 里头的佛王叫善法度 那他有一个 皇后夫人叫做法会月 指彼尘东有一大灵 名曰吉柱 林中有一大佛提树 名一切光摩尼王 庄严生出生一切佛神立光明 那在当时这个尘的东边 这个尘的东边有个树林 叫吉进林 吉柱林 那里头有一棵大菩提树 那当时有一尊佛啊 叫做一切法雷音佛 就在这个菩提树下 成等正觉 那他的光明就变造了这个 出生妙宝世界 在这个莲花城里头 就当时也是有一个主业神 叫做靖悦 这个靖悦主业神呢 就到这个王后那里去啊 这个靖悦主业神就到王后那里去 这王后刚才讲叫法会悦 法会悦 他就动他身体的因果 动身因果 以绝夫人而告之言 夫人当之一切法雷音王如来 于吉柱林成无尚觉 即广位于说诸佛功德自在神力 福贤菩萨所有行愿 令王夫人发阿尼多罗沙玛沙菩提义 供养彼佛及诸菩萨身众 善来指使王夫人法会悦者其意的呼过 真是也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这么厉害的这个 婆山婆底 婆山婆严底 这个主业神 就善来同志参访的这个主业神 他就是 什么时候发菩提心呢 就是这个 他在当王后的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次他在当王后 叫法会悦 王后的时候 有一个主业神 知道有一次佛成佛的 这个主业神就去摇他 就去动他 Oh come up come up get up 就是这样 赶快赶快起来啊 你看有一支 有一个佛成佛的人 赶快去亲近他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你们现在叫人家 赶快赶快来丁华严经 他就是 以这个音乐来巴菩提心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人家来去亲近佛法 这是很殊胜的 当时呢 这个 就是这个主业神 神去叫的王后 赶快赶快起来 去亲近 亲近佛 所以他发了阿娘多佛三秒三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这个 因缘开始的 我于彼佛所发菩提心 众善根故 于须弥山 为成素杰 不生 地狱鬼出生 诸恶去众 亦不生于下贱之家 诸根去主 无有众故 很出圣啊 就是说 他因为发了菩提心之后呢 就不堕山而到 也不会生在这贫穷下贱的地方 常常都跟佛啊菩萨啊在一起 恒不离佛其中菩萨大上之士 长期所种植善根 经八十须明山 为成素杰 常受安乐 而未满足菩萨诸根 虽然是很不错啦 可是呢 还是没有满足 做一个菩萨的一些很重要的条件 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是不够的 所以接下来呢 过于此劫复复万劫 复复万劫 于贤劫前有劫名 无忧骗障 前面是不错啦 他半夜跟人家叫起来 去亲近佛吧菩萨之后呢 经过很多节的时间 那常常跟善之士在一起 是很好 但是 还没有累积到相当足够的菩萨道滋养 简单讲 所以还没有办法得到 现在他的这个谢过境界 就是破一切众生吃案法 光明的境界 还没有得到喔 他只是发菩提心了嘛 然后也修得不错 跟善之士在一起 但是还没有证到现在的境界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贤劫前 有一个节叫无忧别造劫 那他只在这个世界叫离构妙光世界 那在一个时空里头呢 这个世界里头是静会相扎 有五百佛余宗出现 那第一尊佛叫做 虚无传即静妙眼无来应证等觉 这尊佛呢 他当时是一个长者女 我为名称长者女 名妙会光明 他是一个女孩子 端正苏妙 比静月夜神以愿力固 于离构世界一世天下 妙床王城终生 做主愿神明清静也 我于一时日在父母边夜酒眠席 比清静也来意我所震动我才方大光明 出现其身占佛功德 也妙眼如来做谱及做此成正觉 劝欲于我及父母 并诸眷属令处见佛 自为前岛隐至佛琐 广心控堂 你们发现好像再重演一次啊 所以啊这个叫做轮回啊 轮回就是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在做同样类似的事情 这些轮回看到没有 众生都是在做不好的轮回啊 菩萨都在做什么 好的轮回看到了没有 你们看到就跟他前面一样 他也是要睡觉睡到 然后跟他那个有缘的主愿神也是又在半夜 等一下他也这个主愿神又是投胎啦 但是他的愿力还是在啊 有没有 他比敬愿月神就是前面的时候那个敬愿月神呢 因为他有愿力 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又还是又做一个主愿神 但是他这个时候也投胎转世叫做什么 清静延祖夜神 然后你看就是他们有缘啊 他们有缘 你看他投胎当然他也到什么 然后哪边 然后都是在半夜叫醒他 看到了没有 都是在半夜叫醒他 所以啊别人啊 半夜睡觉的时候啊 然后叫他赶快听清文法 这是一个好处的 当然这半夜不一定说是他睡 睡在半夜 就是说他的因缘到的时候 你拉他一把 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因缘到的时候你拉他一把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为这次这个样子呢 就是生生世世 你大概都是跟他有缘 都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 你看他就是在重演 都在重演 只是换了名字换了地点 然后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剧情 睡到半夜 然后有一尊佛成佛了 然后就主夜神就叫他 赶快赶快喔 从佛成佛了 你赶快去亲近他 但是这一次呢 跟前一次就差很远了 因为他是章中已经修集了很多的资料 对不对 所以他说 我才见佛即得三昧 命出身见佛调伏众生三世至光明伦 或此三昧故 能意念虚弥三围成数捷 意见其中诸佛出现 与彼佛所听闻妙法 以闻法物即得此破 一切众生按法光明解脱 好啦 就是这个时候得法 这个时候才得到 他现在的这个解脱法 这个跟他发菩提心 已经经过很久了 有没有 但是他发菩提心 就是同样一个主夜神 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那时候是一个公 一个王后 对不对 他那时候是一个王后 王后呢 然后被这主夜神叫醒去亲近佛 所以发了菩提心 他又经过很多节之后呢 他是一个长者女 又是半夜被那个主夜神 转世 给叫醒去亲近佛 这次已经累积很多的资料了 所以这次一见佛就得到三昧 叫做 见佛调伏众生 三世至光明伦 这个三昧 那可以意念这个很多节以前 这些诸佛的出现 还有他之前所听闻的妙法 然后又再听闻到他以前经闻的妙法呢 他就正到他现在的这个 卸佛境界了 那得此境界以极界其身 骗往佛刺 为神出世界 世界 意见与世界所有诸佛 简单讲就是他前面 所讲的他这些境界的情形 因为他正道了 他正道了 好这个就是他回答 他回答了 他回答说 他什么时候发菩提心 然后什么时候正道的这个 破一些众生 慈岸 把光明境界 他就再回答 就是他的因地 回答他的因地 那其他的呢 我们就不多讲了 就是接下来你换他就是结束了 他也只是 在395页 第三方 他说 我为之此菩萨或一切众生 暗把光明解脱 罗诸菩萨摩摩萨成就辅賢 不变恨怨 就是说其他还有更高明的菩萨 你应该还要再去跟他参学 所以他就介绍了 下一位呢叫做普德进光 普德进光 他是在 颜伏提摩劫提国的菩提场内 菩提场内 所以他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 下一尊呢就是 也是一个主业神 普德进光主业神 今天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 吧 有点 来吧